你去催谷那个股市,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证明,靠单单是催谷那个股市,就能够令到这个实体经济止跌回升,或者起死回升,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事例。 因为股市本身,我们大家要明了,讲这个股市,当然有资格讲,我1973年游水下来,到现在51年了,但是我1976年就入行,入金融界了,开头做日本期货,做黄金,外汇,股票,一直来,后来做到三间上市公司的主席,这个过程当中,我对股票的属性里面,当然是足够有钱, 有48年的经验,根本上它就是一个灵和游戏,历史以来,如果你总结,在股市里面投资的人,有一个叫127的黄金定律,什么叫127的黄金定律呢,就是指,如果续结一个总涨来说,在股市赚到钱的人是10%的,有20%的人是和和和,和到的, 然后有70%的人是虚本的,这个是对的,因为你一买一卖,你的时候,假定买的方面,它是赚大钱的,那才算了, 你终归是有人接棒的,所以买和卖之间,表面上说,有人赚了10万元,一定是有人亏了10万元,这个理论上是这样说的,但是当中,你交易的时候,有个佣金的, 有个印花税,诸如此类的东西,不是那些经纪行,那些灯油火纳,从哪里而来,它没理由说义务帮你去买卖的,就算表面上,没有收你佣金而已,但是交易的时候, 有个所谓食价,它都会有的,所以名愿的,是赚的钱,是会少过蝕的钱,蝕的钱多些,就赚的钱少些,中间那个差价,就是这个证券行业里面, 就是他们的经营成本了,就是一回这样的事,所以你说,现在很多年轻人,逼不及待地去开户口,好像里面来说, 怕着这个执书行头惨过败家,快点在大陆里面来说,赶着去开户口,这些状况里面,其实就是一种羊群效应, 这个时候来说,就越来越加火了,因为在这个股市当中,有个定律,当麦塞阿婆,都说去买股票的时候, 基本上那只船,就会快去返船的了,就是一只船,那些东西要平衡才行的,如果那边风景很好,那边风景很好, 整架树的人都集中在左边的蓝光那里,去看东西的时候,这只树当然会反側的, 同样的道理就是,当你的股市里面,就一汪风,个个看好的时候,其实就物逆必反, 辟极太久,股市就到转角位的了,所以你看看,香港今天就是,你就发布都想不到, 由17000几点,慢慢上到23000几点,竟然一天可以跌回2000几点,破了历史上的,点数的跌幅纪录, 这些就证明了,在股市里面,没有可能个个都赚,没有那只股票只升不跌的, 永远都是,你卖出就一定有人去接棒,当你是赚钱的时候来说,整个大盘来看, 你赚多少钱,就必定有人去亏多少钱,而且是亏出更加多的钱, 这件事,它是一个凌和游戏,所以我们本身对着一个, 很多专家出来说,买呀买呀,起呀起的时候,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 不要做了击鼓泉花里面最后接棒的东西,被人去罚,是吧?